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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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的历史趋势者 大都把咒王的昏庸 当作是引发众怒的理由 而把武丁称作是大德贤君 但其实 跟随武王伐咒的八师 至少有六个 是武丁拉下的仇恨 祖先拉的仇恨 咒王哭着一代还玩 专业背锅几千年 咒王背锅 您值得信赖 几乎所有史书上都说 周部落起兵讨伐 殷商是因为咒王昏于武道 但很多事情 如果时间清晰了 性质也就变了 当代考古学家 确认的年表中 周文王 吉昌出生于公元前 1152年 商咒王地新 出生的时间 是公元前1105年 文王比咒王整整大了47岁 天下苦伤久矣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成 武丁拉的仇恨 咒王为这一代还玩 按照殷商时代的婚俗 他们几乎就是祖孙两代 公元前1075年 咒王30岁继位的时候 文王已经是77岁的老人 执掌周部落快30年 所以如果说周文王执政的前30年 一直是在被推翻殷商王朝 做着准备 那这一行为 也跟咒王的人品毫无关系 走 武王伐咒 根本和咒王本身 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应了那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机一到 管你是什么咒王 还是什么王 上 面对疯狂复仇的仇恰 没有一个殷商时代的王是无辜的 除了被复仇者收拾 在崇商动不动就用活人 洋呈祭司的殷商时代 显然 咒王的血腥程度 比武丁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这些数字在殷商历代君王中的分布 并不是均衡的 武丁举行了673次使用人声的祭司 使用人声总数9021人 这之外 还有五百三十一次用了人生 但没有标明牺牲人数的祭祀 因为人生来源方便 武丁用于祭祀的牺牲 消耗非常奢侈 最多的一次祭祀 他就用五百个活人 做了奉献自家祖先的牺牲 在武丁之前 庞庚小心小矣三朝 执政时间跟武丁相仿 也是五十多年 祭祀牺牲人数为一百人 在武丁之后 正史上最残暴的 昼王和他的父亲 执政时间也是五十多年 祭祀牺牲人数为一百零四人 看到没 在真正杀人如麻的 大大武丁面前 昼王同学乖巧的像个宝宝 看着这儿 你这昼王或许有力一丢丢了解 真实的昼王是什么样的呢 在史记音本记里 是这样形容的 地昼 思辨解极 文件甚敏 财力过人首歌猛兽 知足以俱见 言足以是非 嗯 翻译过来就是 昼王能文能武 气度非凡 颜值天花板 加武力值爆棚 妥妥的帅哥 加大才子一枚 地乙的这个三儿子 也的确具有地方之下 他资质聪慧 知识广博 能言善变 而且非常健壮 能徒手搏斗猛兽 这是司马迁 在史记中的描述 在当代 中国青年人 给昼王绘制的造像中 他已经被还原成了一位 英俊的帅哥 但优秀的人 总是不被人理解的 你性格强 说你原生家庭缺爱 你有才华 说你适才傲物 打不过就骂你 于是 昼王多年积累的好评 会于一旦 问误解昼王 弄共分几步 两步 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 帝新昼王在宗室中 对立阵营的后裔 在几百年后 几乎完全垄断了 历史的讲述权和评价权 因为中国伟大的哲学家 孔子就是伤亡地义的长子 威子启的第十四代直系子孙 不好意思 话筒在我手 有情提示 孔子是当初争夺皇位的三位太子中 大皇索杯吴启的后人 孔子开列了自己祖爷爷阵营核心的三人组的名单 并且把他们称作是殷商的三位 杰出的人德代表 他们是帝乙的长子魏子启 以及帝乙的两位弟弟笔干和姬子 笔干和姬子都被后世塑造成了敢于当面劝谏昏庸昼宙王的殷商忠臣 但他们俩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史记中有一个故事 说姬子发现昼王吃饭的时候 用了一双相骨的筷子 这立即引发了他的优势 他说 你今天用了相骨的筷子 明天就会想要玉石的杯子 有了玉石的杯子 你就会想要远方各种珍奇的宝物 就会想要更好的马匹 更奢华的宫殿 那王室的命运就再也别想振兴了 你今天吃碑面 明天岂不是要吃燕无海参 以后顿顿松露鱼子酱 我家都要被你吃穷了 长此以往 国将不国 分手吧 太师姬子 作为宫中最高职位的太师 他曾经在世子之争时 明确站在了杯子一边 昼王地心执政后 他索性开始装疯 昼王看他实在不成样子 撤了他的太师职务 他得以隐心江湖 天天以弹琴为乐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然儿 昼王放他去弹琴了 讲真 昼王脾气 真是很耐思 耐思 司马迁先生的注解 司马迁对昼王的描述显然不是为了赞美 他所力举的昼王的几乎所有过人之处 紧接着就全都转成了重大人格缺陷的成因 因为知识广播 所以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因为能言善变 所以他总是颠倒黑白 因为能力超强 所以他就觉得谁都不行 看不起那些宗族俯尘 以上两步 司马迁先生与孔子 两大学科带头人 全方位多角度的对周王进行立体化的包装 成功的把周王打造成 干啥啥不行 杀人他罪行 天下暴君第一名 从此 周王同学就和暴君 昏君 永远画上了等号 在讲述周王如何走起花路之前 先来看看王是一种什么产物 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 国王这个位置是上天设计的 人选也是上天指定的 能当国王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子 是天子 最初的王干脆就是神 神话中的王叫做三皇五帝 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初创者 后来的姚舜宇不再是神 变成了凡人中的能人 热心为大家办事 德高望重 大家都愿意听他们的指挥 现在你知道了 王其实就是个 而为大家办事的热心人 并非我天下第一 我爱咋咋地 但除了热心厂 与用爱发电 做王呢 还有异性条件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众人之上的王呢 我们都知道 汉字是表意文字 无论如何抽象简化 很多汉字依旧像是自己在说话一样 非常的传神生动 对于汉字中的王字 中国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解释说 一贯三为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汉代的儒家学者董仲书解释说 古代创造文字的人 先画了三横 这就是天地人 然后再用一树把它们连起来 贯通了这三者的就是王 一个人 能把天地人全都连接起来 这当然很了不起 所以天下的人 就会纷纷来到他的身边 形成了王的国度 这就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字典 说文解释中对王字的解释 天下所归王也 现在你知道了 作为一个王 要爱管事 要责民心 后世怎么吐槽他 这王并不知道 毕竟在彼时的殷商 商有君王 绝世独立 清成清国 很有能力 人民爱你 这个精力旺盛 见多识广的新君 与平和的父王弟 非常不同 它更像是 开一代先河的 曾祖五丁 或者是祖甲 他们看清了此时 殷商所处的平静 昼王继位之后的使命 非常清晰 他必须全力补足 核心王室的短板 并且带领整个殷商部落 实现新的经济增长 实力演绎天下所归 昼王振兴国家的花路 走起来 第一步 让老百姓当家做主 站起来 昼王地心给宫廷内部带来的最大变化 就是打破是清是露的贵族臣僚世纪制度 开始启用有能力的非贵族平民 搭建职业化的官吏系统 在昼王地心眼里 贵族世家的旧人 即便不是消极观望 也没有什么真材实料 在他的施政蓝图中 派不上什么用场 昼王取用了善于管理财政的费中 主持曹政 另一个被重用的年轻人 叫鄂莱 非常恐武散战 你别看鄂莱这个名字不怎么样 他是银姓秦国确认的正牌祖先 是秦始皇第三十五世祖宗 此外还有善于驾车出使的费廉 执行力很强的左僵等等 打破贵族官僚世纪制度的意在于 草根忽然有了逆袭的可能 这对于人民来讲 简直是逆天改命啊 但众王要直接开大 第二步 放开户籍限制 随意落户 他的另一个创新举措 就是开放了法律对人口归属的僵硬的限制 让愿意脱离原属部落的平民 能够在殷商的诚意中落户 在农业社会 那么人口的数量基本上是跟这个群体的强弱 他们能够控制的边界 这些基本上是一致的 是正相关的 这些人都跑到哪儿去了 左传上说 咒王为天下不逃主 就是天下逃亡者都跑到咒王这里来 都选择咒王做他们的新主 一边是出逃 一边是投奔 这是一个老百姓用脚在选择生存环境的故事 以常识推论 如果咒王统治下的殷商社会 是残暴邪恶 说负沉重 让人痛不欲伤的 怎么可能会有老百姓前来投奔呢 在当时群众的眼里 咒王就像是一首歌唱的那样 宝贝宝贝 你是我的大叔 百姓走过最长的路 就是爱咒王投奔地心的路 抱歉 咒王不是虎王 看到这儿 或许你对咱们咒王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了解 咒王妥妥地英俊潇洒的大帅哥 有理有面的好男人哪 那么有人说了 别避重就轻 咒王动不动就把人剁成肉酱 还有九十肉鳞的账 咱们得算一算 没得洗 有得洗没得洗 咱们先洗一洗 如果咒王有词条解释的话 变态和荒淫肯定居高榜首啊 不少古书记载了咒王很多史诗级变态行为 什么砍开人的腿 砍骨髓的多少 挖出柴盆的大坑 放万条毒蛇把人往里面推 被活活咬死 再有就是和打击说不清道不明的前世今生 纵结下来就是 砍人砍成渣 撩妹撩出花 一言不合就砍人 人间恶魔小地心 真正的咒王 真的是这样 在以前的正史中 文王被咒王囚禁 是一个情节异常惨烈的道德故事 故事中说 镇守边关的三公之一九猴 把一个漂亮的女儿 尽献给了咒王 可这位公主呢 性情比较冷淡 不爱跟咒王上床 咒王一气之下就给杀了 九猴当然不干了 就来找咒王李璐 昏庸残暴的咒王 就把九猴做成了肉酱 三公之一的另一位恶猴 觉得咒王这样做太不像话 就跟咒王吵了起来 结果 恶猴也被做成了肉干 西伯后文王没这么冲动 他听说这件事之后 只是背后偷偷叹了口气 结果 被崇虎猴告发了 咒王就把文王关了起来 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咒王 毫无人性的残暴 但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拉低了历史的智商 诸侯宿女本来就是政治联姻 让咒王因为个人娱乐需求开罪一方诸侯 实在是对君王的后宫质量缺乏想象 一言不合就看人 拜托 咒王不是斧头帮啊 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证明 关于咒王的这些事全都是忽编的 武王伐咒联合出兵一共八个部落 每个部落都是殷商王室几百年间的仇人 但这八个部落中既没有九猴的人马 也没有恶侯的部落 实际上没有任何史料证明 在武王伐咒之前 整个咒王时期东亚大陆 曾经发生过下属侯国的叛乱 没有稳固的后方 咒王是不可能多次发动 大规模的对外青铜战争的 正史中为了说明咒王的残暴 还有一个被后世小说 兢兢乐道的袍落之行 咱们顺便把这事也说一下 首先 这个发明跟打几没有关系 竹书纪念上说 这个残酷的形容法 是咒王执政的第四年发明 打几是咒王十年东征的服务 这时候还没出现 第二 无论是殷商还是西州的祭祀 都大量使用过 文火慢烤的疗行 抽取肋骨的侧行 流血致死的血迹之行 无疑不是严惩受刑死亡的时间 残酷刑法 尽管我们无法否认咒王的袍落发明 但无论在甲骨骨片 还是在史书记载中 都没有找到袍落具体史人的记录 好 酷刑不是咒王的过 用人生祭祀的事总没得起了吧 周部落向殷商王室输送羌人战俘 供祭祀人生之用是一个传统项目 咒王还改革了祭祀制度和方法 终其一生 他使用人生的祭祀 只有几十人 不用活人祭祀不是好事吗 但这恰恰成了武王伐咒的理由之一 为啥 清漫鬼神大不敬 祭祀还是要隆重举办的 地心咒王改变人生祭祀的替代方式 是把这些西部能格善舞的男女战俘组织起来 排练他们擅长的竹篱之舞 在祭祀中让祖先观赏 把杀人改成跳舞 这不是件好事吗 史记的原文中说 咒王让乐师师严 创作了新奇淫荡的歌曲 观看着北里之舞 享受着迷迷之乐 他清漫鬼神 天天举办声大的party 以酒为池 以肉为林 男男女女赤裸着身体 追逐嬉闹 彻夜狂欢饮酒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也许这就是咒王不被理解的一生 一个注定被污名化的王 一个被残暴昏庸荒淫 标注了几千年的地心 一个一直被误解 从未被理解的咒王啊 进度条都快撑不住了 接下来也该聊聊爱情了 一代妖后苏打几 正式出场 俗话说做人难 做女人更难 做一位极美貌与名气 于一身的女人 更是男上加男呢 红颜祸水是什么水 就是谁叫你美 那是你犯的罪 史苏曾经概括总结过 女人就是红颜祸水 本水啊 史苏就举例子 说你看 夏节讨伐有诗 有诗弄来个墨西 夏朝完了吧 周王法有苏 有苏弄来个达基 殷商也完了吧 周幽王法保国 保国弄来个保四 西周还不是幽王了 道德史家把连续三个王朝 覆灭的原因 全都怪在女人身上 这道理反驳他都觉得没劲 何止没劲 简直是没劲偷了 那么像是传声筒的游戏一样 故事渐渐就远离了 开世的模样 到了距离殷商覆灭 八百年之后的司马迁笔下 这个故事就已经变成了 周王爱达基 爱到言听计从 天天酒吃肉鲁 男女裸体相互追逐 彻夜狂欢的大片 到了距离殷商覆灭九百年之后 流向的《猎女传》中 周王对达基的言听计从 已经到了他喜欢的就给 他讨厌的就杀 以刨乐之行取落 残害忠良 祸害朝纲的地步了 姐姐的腿不是腿 或国阳明德或水 姐姐的腰不是腰 残害忠良德万道 姐姐的嘴不是嘴 如果存在的习惯 达基应该叫济达 达这个字没有其他任何的意义 也没有任何组词功能 存在的唯一作用 就是成为达基的名字 苏达基也不姓苏 叫他苏达基是因为 他是有苏式部落族人 而当时的有苏国就在咱们大河南 咦 我说昨年可真幸 回归正题啊 周王和达基 一个是狼怨奇葩 一个是美誉无瑕 堪称是一对惹人羡慕的爱情鸟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 地心周王一共执政三十年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真的始终如胶似漆 那么两人相爱了整整二十年 一个帝王能深爱如此 那就该是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本以为一个爱美色 一个爱权力 谁知道最后 他们那样爱着对方呢 但这并不是关于真相的 唯一的版本 还有不少人认定 达基的出现要比这版的多 所以周王法有苏得到达基 是在他自杀的前一年 公元前1047年 这时候他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 而达基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姑娘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两个相爱的人 就只有短短一年的激情燃烧 然后就共辅黄泉了 一个女人就是再能作妖 一共也没得瑟几点 按照传统史书上的说法 西州为歼灭殷商 从文王到武王准备了六十年 如果这是真的 那商周更替正义性的道德借口 到最后一年才出现 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事实上 直到整个西州时代结束 在目前发现的各种史料痕迹中 达基都只是一个偶尔被提及的 毫无存在感和破坏性的女人 严肃的考古学家 甚至连证明他是否存在这件事都不屑一顾 他只是不幸被道德史家选中 用来教育后世君王远离让人头脑发昏的爱情的抓手而已 千年之后 过过一个个被遗忘的小细节 也许你知道 真实的周王 蓝图清晰 决策稳健 知人善用 体恤民心 他是战神 也是老百姓的守护神 莫许 在河南妹子打击的心里 他只是一位霸道 与温柔并存的男人 他或许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 但绝不是传言中的那样坏 周王强势出镜 是非功果 转头空 好坏与否 流于后人说 人间异常 我自欢唱 换句话说 就是走自己的路 让他们说去吧 散会 阿弟走起 接着走约好 哥斯普 接着我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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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